新生殉岛处是绿岛上第一所的监狱 始建于1951年 当时正值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这是台湾一段特殊的历史 1949年 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后退守台湾 为保住这块最后的阵地 时任台湾沈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成 于5月19日颁布了戒严令 自5月20号零时起 台湾开始进行迄今世界上时间最长的军事戒严期 长达了38年 这期间共产主义和左翼文人成为了重点的肃清对象 因言获罪的政治犯人数每天都在增加 以至于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 于是上千的政治犯移居到了绿岛 新生训练处实际上就是一座政治犯的集中营 取名新生意味着这里接受思想改造 从获新生 两个秘密档案继续为您一一解密 绿岛小夜曲这是一首只要生活在台湾 绝对听过的歌曲 描写的是恋爱中男女的心情 没想到却成为白色恐怖时期 政治犯在绿岛的革命之后 时间回到1950年 那年的绿岛弥漫一股不寻常的气氛 将近上千名白色恐怖的政治犯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岛屿 不是欣赏风景 而是一脚踏起煎熬 展开与世隔绝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的牢狱岁月 我看出台湾了 只能看我们老公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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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八样 一个三三啊 九九啊 这样有两个走出的那个八样 我情理会跟我们老公是 没更近就是我们老公的蜜 我们那些小孩 我都没跟他说 真相 因为怕他们说 他们那个小心灵伤 会受到伤害 所以都跟他说 爸爸去美国就败了 这是一段属于台湾的戒严历史 却形成绿岛发展史上 不可抹命的故事 1971年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绿岛 下来的是一位在当时充满争议的人物 勇气 勇俗海 他是施明德 当年因为涉入独立联盟案 被判乱罪送到绿岛服刑 一关就25年 期间他甚至用绝食来表示抗议 没有吃东西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是绝食专家 在绿岛的鲸鱼中 施明德曾经多次绝食抗议 一次就是三个月以上 只靠百开水支撑体力 体重从63公斤下滑到46公斤 被强迫灌食3000多次 当时能支撑他活下去的 只剩下抑制力 我面对危险的时候会更加冷静 我会坚定但是会更加冷静 在我那个年轻岁月里 认为最好是最浪漫的 第一个就是训导 为你的一个理想 然后全力以赴 然后最后可能是子弹打进了你的胸口 1951到1965年这段时间 在这个只有16平方公斤的桶上 聚集了来自台湾各地的政治办 住进绿岛的亲生训绕村 进行思想改造 当时人数最多的时候 高达3000人以上 很难想象 光是万人就占了绿岛三分十二的人口 我认为美国人的保护来这些证明 所以美国人来这些训练 在这些花经这些 这些有这些抑制 不过普通这些抑制 这些人很多 多了一百六十八年 有看你阿拉伯 我做到他有抗亚人也说 你没有带他这些生分公园 这些都是潘兰兰兰的 小生的水减 我说到传播 我們就像劉仁室 劉仁室的時候 我們那天要起來 大家都靠著手靠著 他在八十年看 他都很高了 他都看著誰 大家都靠著手靠 我會跟他講 我們不能跟八十年學 但是十三個月也不能說 那時候如果是跟他講話 或是說我們很危險 在裡面就拿著我給你動 他問一句 他問一句 爸爸在做政府導致 跟政行政行政行 這樣贏了 我說他問一句 我就贏一句 爸爸都贏了 我說我會聽死 當年的政治犯青春的歲月 才遇到漸漸凋零 卻無形中改變了這塊土地 以及當地居民的命運 英雄最親的是 他到處都是 為學生要來 替學生要來補充 因為他們裡面人材很多 另外就是說 再來有分班級和科目 二十幾年去控訴中 我都看到十九個政治受難者 因為行政行對力度的教育 產生的影響是比較大 當我大學起來的時候 要再給他學生 哇 過去我投資的時候 舒遲在幫我們補充 其中有一個老師 就是原來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作家 叫做柏陽 1968那一年 作家柏陽因為翻譯報紙連載漫畫 大力學術事件 觸怒了當時的領導人蔣介石 因此被尊往綠島做了將近十年的黑牢 今天不是我的復仇的日子 而是今天我們以平等待每一個人的日子 經歷過數十年與世隔絕的日子 綠島小夜曲這首歌 從痴命的口中唱出來 似乎多了鼓五味雜塵的哀愁 因為那段特殊的基岩時代 那段孤獨的苦勞歲月 已讓綠島這塊美麗島嶼刻上 恐懼和悲情的歷史烙印